從過去到現在 民進黨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最好賴清德主席公開的出來講 民進黨反對台獨 廢除台獨 未來也不會支持台獨 同時也不會實質推動台獨 不用在民共對談的時候 或者是民共交流的時候 民進黨跟共產黨交流的時候 才講這麼一套 這兩天共識營主席有參加嗎 預見新的 我們這一次的共識營 其實最大的一個結論就是 我們希望這32項優先法案 都是民眾所關心的優先法案 能夠盡快的通過 我們會想一切的辦法 能夠整合 能夠匯及大家的力量 因為我們都知道 民進黨對於這些法案 很多都是反對的 甚至又會想盡一切辦法來破壞 所以不管國民黨的支持 我們五十四起要團結一致 同時我們也呼籲 包括民眾黨的朋友 一起我們來推動這些民生改革法案 這才是民眾最期待的 民進黨幹部跟中國學長 他們有視訊說民共對話 那他們就是中國事務部主任還說 就是台獨黨綱已經是歷史文件 不用再另外宣布台獨這樣 民進黨跟中國共產黨的接觸 從我們的角度看 對兩岸我們都是歡迎的 但是從過去到現在 民進黨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最好賴清德主席公開的出來講 第一 民進黨反對台獨 廢除台獨 未來也不會支持台獨 那同時也不會實質推動台獨 那事實上民進黨在這幾年為了政治的目的 不斷地所謂的用去中化 反中化 抗中化 來達到他的政治的紅利 那造成了台灣內部的紛擾 也造成兩岸關係的危機 那我們覺得民進黨如果今天要好好地反省 好好地檢討 就是應該把事實講給所有的民眾聽 不用在民共對談的時候 或者是民共交流的時候 民進黨跟共產黨交流的時候 才講這麼一套 讓民進黨的真面目 能夠讓民眾看得很清楚 那因為夏副主席他今天訪問中國七天嗎 他也說他不排除 就是可能就驚嚇到余春吳來 但對他表態 那民進黨就立委在那邊講 講說中共想要可以進台海內海 那國民黨還是總會順著老公的邏輯這樣 是不是又在抹紅 民進黨除了抹紅還是抹紅 那對於夏副主席 我們依照慣例過年期間到大陸 對於我們台商 台包 台生 我們一方面拜個晚年 同時也希望能夠繼續的 持續的感謝他們對於國人 對於我們這些國民黨的支持 那同時呢 也希望能夠降低兩岸之間 任何的衝突或任何的分歧 那對於最近驚嚇海域遇到的問題 那我相信我們有責任 就是希望能夠盡快的化解衝突 能夠還給大家一個 還給漁民 大家一個安定的環境 也同時表達人道上 我們應該對於這些往生的 大陸的這些兩位人士 我們表達最高的哀悼 我想這是一個基於人道的立場 以及兩岸和平的立場 國民黨一向在做的 並且希望能夠先來 這邊請進iell 下層方的書 應該是住手 在這個地方 親自不去 這邊請進去 請進來 請進去